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地社公开森林与网红宇恶文在泰国、曼谷的照片后报道 有韩国观光客目击到两个人在曼谷旅游 还在饭店大厅牵手的消息 因为森林与宇恶文在2018年、2022年就曾被报过绯闻 当时外籍娱乐没有做出特别的回应 而最近又有很多韩国媒体报道 森林在坐牢期间,宇恶文有多次去见森林 而称宇恶文是乌巴拉吉 所以很多韩国网友们都认为 应该从2018年开始就交往到现在了 也因为这个消息,网红宇恶文遭到了很多自己粉丝们的指责 该新闻也登上了演艺新闻的热搜二位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这理由是因为,宇恶文去年进行的团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我以为因为森林坐牢分手后才进行了团购 如果知道她是乌巴拉吉,就不会参与团购的 用我团购的钱去做乌巴拉吉,早知道就不团购了 希望不要分手一生相爱,女方父母的心会塌下来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犯错后坐监出狱的人,就不可以谈恋爱吗? 犯错一次的话,这一生就要过着罪人的生活吗? 然后团购是粉丝们自愿买的 又不是宇恶文说自己分手了很累让你们买 管闲事的人太多了 对于网红宇恶文粉丝们的指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spot Karina的AirPod 引起热议的理由 我们先来看一下照片 是错觉吗? 感觉AirPod好大 真心受到打击 我还以为会多大,真的好大 我要把下巴切掉才会有它那感觉 我还以为是带拼锁的AirPod了 大家觉得我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没穿裤子的练习生们 这合搜裤子做得有点紧实 所以很像是什么都没穿 就是想让大家笑一笑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 因为一直带着笑容 而有着全世界最快乐动物之称的 短尾矮袋鼠 如果大家在网上Google的话 只会出现正面照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那是因为 看侧面的话有点像是 老鼠 当然也有相反的动物 看侧面的话非常帅的漏音 但看正面的话 最后还有一种是 侧面正面都不好看的动物